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 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 1993、1992那几年间 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有一个要去日本 要去日本发唱片的一个计划 那我自己后来考虑了很久 男朋友在一起八年了 八年的时候你好像如果不是走入婚姻 那就是分开 对,在那个抉择点的时候 我选择婚姻 真的要丢到昨天的不快乐 真的要把过去放在角落 必须往前走 必须学着让自己承受 有风有雨的路前面还有 要怎么选择属于我的生活 站在原地不懂 你好像就在那个情境里面 可能是我已经在家中打包一些东西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要丢掉的 然后我要搬离这个地方的 然后有点点惆怅有点点疑惑不确定自己的方向 然后等到一踏出门的时候 其实它有点梦幻的场景 就是可能真的是海阔天空 然后天气非常好 视野很宽阔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出发 抓到另一个新的地方 不能永远抓紧回忆不放 该面对的总要坦然的去面对 不该是我的终究 还是要让他自由 我觉得音乐是这样 它提醒我 对 有一些事情 我好像在匆忙当中 可是我遗忘了 它让我觉得 我好像忘记了 我曾经有过的梦想 它把我叫回来 真的要丢掉昨天的不快乐 真的要把过去放在角落 必须往前走 必须学着让自己成熟 有风有雨的路前面还有 要怎么选择属于我的生活 我站在原地不懂 活着叹息年华已老 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 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 记着我曾经那样的为你心梦动 记着我的梦想我的努力我的真心 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 不能永远 不能永远抓紧回忆不放 想要永远抓紧回忆不放 但是我的终究还是要让它自由 每个人每天每一个阶段 都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可能这个未知你会害怕 你不知道你去了那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永远都不要放弃去追寻 你的目标跟你的梦想 永远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 跟勇敢的心